我们再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李玉刚? 哦,我也听过 你也听过? 对,我们的中国成员们跟我说过了这个 他是男的 他们说穿女生的话,女生的衣服的话很漂亮 唱歌的也很好 这个了解很全面嘛 没错,没错 其实李玉刚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网上出现了一个话题 就是李玉刚是一次要淡出乐盘 其实这样一个话题溢出呢 很多网友也是像大家反应一样 就哇,究竟怎么回事 那最近呢,我们音乐风云也是独家采访了李玉刚本人 来看一下李玉刚对这件事情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来自香港 我来自深圳,广东深圳 我来自吉林省公主女士 是玉刚的家乡 引擎大家看到的就是李玉刚最新专辑 莲花的北京发布会现场 这场活动举办前的一周 网络上突然传出他要淡出乐盘的消息 李玉刚的好朋友方文山还以微博配图的情势 对他表示祝福 究竟整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 音乐风云榜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玉刚 其实我跟方文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他也是我的非常要好的老师 他发的一个微博 无非也是祝贺我的专辑莲花 同时也祝贺我 能够心里找到一种宁静 因为我的艺术重心在舞台 在电影 所以我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淡出乐盘 还有那么多喜欢我的人 等待着我把不同的作品 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感觉带给他们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会珍惜我的艺术生命 虽然李玉刚现阶段 没有任何想要淡出乐盘的想法 但在自己发片之前 传出这样的消息 还是难免让人认为 这一切来的并不是巧合 毕竟现在有很多歌手 在新作品公布之前 都会爆出各种各样的新闻 来占取大众的关注度 尽管这种方式不值得被宣扬 可却是现在很多歌手及演员 为自己提升人气的普遍手法 我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理智和聪明的人 相对来讲 我不会说把我要做的话 把事情做得那么明显 那边炒作这边就发新专辑 我认为我还没有幼稚到那个程度 我想所有人应该对我有所了解的 因为我是尽量避免去做一个娱乐明星 那所以这么多年 我也是很少有绯闻出现 那这一次可能一下子会有一个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可以这么讲 李鱼刚不会走炒作的路线 所以请大家不要相信 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回应 如果按照李鱼刚的说法 网络上陈出他要淡出的消息 只是误传 那唯一能说通整个事件的理由 就是这次李鱼刚专辑宣传照的主题 让大家会错了意 而为了创作这张名为莲花的专辑 李鱼刚从采封到提笔创作 再到录音制作 总共用时将近三年时间 影唱形式不仅有他最擅长的男女生转换 这回李鱼刚还邀请外国歌手 为新歌加入了说唱元素 这盘专辑呢 是我三年的心血之作 其实在新贵妃醉酒之后 我一直想突破自己 那我又不想重复自己 那我还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一个不同的我的思想 大概有一半的是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始了 我自己在音乐上的创作之路 我可以说我在走着自己的一条道路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那这种方式可以称为跨界 但是呢又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一种演出的形式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李鱼刚 能够找到我自己的这个流派的派别 可以这么讲 我走的既不是中国的纯传统 也绝对不是博来品从西方过来 我走的是我自己李鱼刚 如今李鱼刚的音乐风格已去于多元化 但如果猛地提起他的名字 大家第一想到的肯定还是反串这个标签 2006年 李鱼刚凭借经验的反串表演 获得参加央视星光大道的机会 并最终取得年度第三名 这次经历不仅让观众记住了他清秀的外形 也让大家对李鱼刚这三个字印象深刻 他在之后的几年中 共发行两张个人专辑 越来越多的歌迷开始喜欢他的音乐作品 可以说李鱼刚那伙的人气已经达到了峰值 今年一月已经唱了八年戏曲的李鱼刚 决定参加新能量音乐计划 由他演唱的三首歌曲分别囊括了 流行 摇滚和歌曲多种音乐风格 这对李鱼刚来说 不仅是一次大胆尝试 更算是他歌唱生涯中的一次重要革新 字幕 李鱼鱼 路漫漫 夜梦梦 耳畔还是你的定义 我爱你的过去 存在你的未来 就算是军的悲剧 我的爱不足 我爱你的心 爱说你的悲哀 那个都与你共在 从来不曾离开 有过这次尝试以后 李渔刚开始吸纳更多音乐元素 这也是歌迷为什么能在今年的新专辑 《莲花》中听到他音乐风格 有所转变的重要原因 虽然早些年李渔刚能凭借花旦角色轻松走红 但在瞬息万变的乐坛大环境下 他想要维持当年的人气热度 已不再容易 所以为了迎合现在的音乐市场 李渔刚必定要做出一些感变 你变成幸福还好 自欠乘习习习习惑 你变成幸福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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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